昨天是立法院本屆會期的最後一天 朝野黨團清倉法案 調燈夜站到將近晚上十二點才散會 那麼立法院長韓國瑜就說 本屆一共通過了五十五個議案 雖然在會期期間三黨不過半 很多人因此碰撞打架吵架 但是依舊團結也有合作 算是蠻溫暖的 說自己三十多年前 在台下當一個小立委 每天磨刀霍霍 但是三十年後坐在院長的席次 看到了委員跟官員的質詢 覺得民主在台灣相當可貴 而在立法院昨天最後一天 也有溫馨場面 主要是在立法院辦公室當中 在櫃台 堅守三十三年這位陳姐 陳秀皇 她要宣布退休了 因此大家就不分黨派 到現場去換送她 立法院中心大樓前櫃台 大活聚集唱起這首祝福 獻給這位堅守國會櫃台 趕位三十三年的陳姐 陳秀皇 只見陳姐眼眶半淚 前來換送的不只國會助理 還有藍綠立委 可見她的好人緣 說起陳姐最讓大家精心樂道 就是她的超強記憶力 堪稱行走的人臉辨識機 不管是立委 助理還是記者 或陳到服務臺登記過的訪客 只要打過招呼 幾乎過目不忘 就算隔一陣子再去 陳姐都能記得你是誰 陳姐她是立法院裡面的大姐大 我看到她每一天坐在櫃台 那個地方 看到人就笑嘻嘻 那看到人就有辦法分辨 你這是哪一個辦公室的助理 她可以講說是我們立法院裡面 人臉的一個辨識機器 一個公務人員幹了這麼久 可以保持這麼優雅 然後這麼和善 在這個職場裡面又受到這麼大的一個歡迎 滿滿氣球洩花 不分黨派立委 莊瑞雄 蘇巧慧 吳佩義 尤浩 廖偉祥等人都放下手邊工作 出席陳姐 歡送慧 在中心大樓 他是最指標的人物啊 是非常的認真 還有守護者立法院 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 或是包括以前到現在 各個政黨其實相處的互動 都非常好 這件陳姐她表示受寵懦跡 就是在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今屆滿退休 陳姐跟著本會立法院會期 一起畢業 帶著大家滿滿祝福 展開下個階段 精彩人生 夏天希望 黃星辰 日文台報道 臺北市幼兒園的性侵案 引發了眾怒 這議員揭露 受害的幼童 最小甚至只有兩歲 痛批這兩任的市長 包括了柯文哲跟蔣萬安 一個是失職 一個是無能放任的狼屍 在臺北不處理 更揭露當下 臺北市的教育局 竟然在第一起案件通報之後 完全沒有展開 行政調查 讓祖賢多了一半的時間 染指二十名小朋友 一共拍了超過六百部的不牙影片 北市幼兒園性侵案延燒 議員爆料 狼屍在去年七月被羈押前 就在幼兒園和拖鷹中心 來回支援 疑似心態狡猾 會躲監視器 議員不能接受 蔣萬安聲稱的第一時間就處理 在七月十二號已經被羈押了 交易局也沒有立刻要求 幼兒園停止營運 在七月二十七號 幼兒園還在他們幼兒園內 繼續辦理招生 像聯繫火速的查辦 外界的各項指控 也應該要本於事實 我們上任之後 第一次接獲通報 是在去年的七月 但不只蔣萬安被控慢半拍 綠營議員更痛批 幼兒園性侵案 首次通報2022年七月 就在柯文哲任內 但今年教育局 根本沒成立調查小組 2022年七月 發生了第一個案子之後 當時的柯文哲科市長 是不是有依照教育部的這個函事 來辦理 沒有 才會讓這個狼屍 繼續留在教育現場 考慮把這個案子送交監察院 是窮盡一切的可能 並沒有作為 一定請同仁去檢視 當時接獲通報 也是前年七月 第一時間處理的過程 有需要檢討改進的地方 就提出改進的方案 儘管蔣萬安承諾檢討 但自己任內教育局新聞稿 就連日期都誤植 被抓包才急忙修正 市政螺絲有無栓井 大問號 家長更想知道的是 究竟能將自家寶貝 托付給誰 再次回黃燕姐 好 現在台北幼兒園性侵案 好多人在關注監察院 昨天終於公佈了 這個幼兒園的地點 還有主權狼屍的姓名 也將調查台北市的 教育局跟地檢署 兩年前案件發生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善盡調查的職責 不過現在監察院公佈 都所有的資訊 大家都很想知道 但畢竟我們身為新聞媒體 受限在俄少福立法 資訊是無法公佈 讓不少新聞從院人員 覺得莫名其妙 這什麼樣不符合邏輯的法例